各位投資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費工貞 今天加權尺數開低走高 表現還不錯 在一開始 我先給大家一個結論 隨時都要準備好 台股會強談 隨時都會強談 因為大家要知道說 這整個邏輯是怎麼回事 就是說現金都要台股 可能說衝刺著 各式各樣的利空消息 恐慌情緒也非常重 甚至會有很多的投資人 在今天昨天都去殺低 但是其實說 什麼樣的點位 什麼樣的支撐壓力 籌碼面怎麼樣 基本面怎麼樣 這些都不重要 重點是說 你要去了解鮑爾 他這個時間點的邏輯 就像我們上週一直在強調 其實你什麼都不用知道 任何面你都不用知道 這個時間點 你就要去了解鮑爾的邏輯 你了解到說鮑爾他目前 對於整個美股跟股票市場的看法 你會知道 為什麼現在 台股隨時會強談 可能是明天 可能是後天 也可能是下週 總之就是隨時 都會有這樣子的狀態出現 先看台股 先看指數 指數目前是長這個樣子 好 大家要知道一個重點 這次美股的下跌 是鮑爾的手段 壓制通膨才是鮑爾的目的 這個時間點 不論說台股也好 美股也好 市場上最期待什麼 整個市場的投資人 包含華爾街 包含各大的法人 大家都是最期待 包含釋出 比較偏向鴿派的言論 沒有錯吧 那怎麼樣 包含才會釋出 比較鴿派的言論 就是美股要大跌 美股一定要大跌 包含他的語氣 才有可能轉溫和 那一旦說包含他的立場 開始從極度的 極端的鷹派 轉向比較溫和一點的鷹派 股市一定會大漲 美股會強談 台股也會跟著強談 這個邏輯就像 我們在上週 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就以包含的立場來講 他不會希望美股大漲 因為說 包含他為什麼會釋出 這麼極端的鷹派 因為他希望美股要下跌 截止到8月份 其實以美股的 美國的散戶投資人 整個資產的比重來講 大約有64.5% 資產的比重是放在股票市場 如果說美股大漲 大家都是賺錢 大家都賺錢 可支配的預算提高 怎麼有辦法去壓通膨 大家可支配的預算提高 對於壓通膨沒有任何的幫助 但是如果說 高達64.5% 這樣子的資產比重 放在美國股市 一旦說美國股市大跌 該停損的停損 該虧錢的虧錢 這個時候 大家可支配的預算下降 對於壓通膨 是不是有間接的幫助 所以其實你要去了解到 這樣子的邏輯關係 你了解到這樣的邏輯 你會知道 為什麼台股隨時會反彈 因為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包爾最原始的目的 就是希望美股要大跌 美股大跌 大家可支配的預算減少 間接就會壓抑通膨 所以你去看 股票市場下跌是手段 真正的目的是壓通膨 以美股這幾個禮拜的跌幅來講 其實該停損的都已經出去了 也就是說包爾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既然說達到 他的言論一定會比較溫和一點 你說要完全的轉向鴿派 不可能 但至少會比較偏向溫和 大家要知道 在這樣子衝刺利空的環境之下 只需要有一點點 比較溫和一點的態度 就足以讓股票市場大漲 所以這個時間點 其實美股的跌幅 已經滿足包爾他的目的 既然說滿足了這樣子的目的 言論隨時都會出來 那只要說比較溫和的言論出來 我敢跟你保證 一定會有欠助行情 不論說美股也好 台股也好 一定會大漲 就是說台股這一段的下跌 主要還是受到美股的影響 應該是說美元 受到美元強勢的影響 那這一段的下跌 就是手段 包爾或是聯準會的手段 既然是手段 只需要達到他們的目的 他自然會補漲回來 所以就像我講的 這一段 他可以算是超額的利潤 他是多跌的 就是說一旦說 達到這樣子的目的 包爾釋出的言論開始偏向溫和 股票市場一定會漲回到原本的起跌點 當然不是說過高還是怎麼樣 而是說 他會漲回到原本下跌的這個區間 所以就像我們在這幾天一直在強調 股票市場的大跌是必要之二 一定要出現大跌才會有大漲 既然說大跌是必要之二 只需要目的達成台股隨時會強談 真的是隨時都會強談 就是說 美股要大漲 他一定需要先經過大跌 先經過大跌 散戶投資人才會賠到錢 那也是因為賠到錢 可支配預算降低 間接才會壓到通膨 所以這個邏輯非常的重要 你什麼都不用知道 你只需要知道這個連動關係 了解到這樣子的連動關係 你會知道為什麼現在就要做好準備 所以在我的這兩大平台裡面 Light跟Telegram 小老鼠 W1178 W178 裡面都有這樣子很完整的邏輯 這兩大平台最大的價值就在於說 我們的看法絕對都是跟市場與眾不同 所以藉先去加入 那這是在整個大環境的部分 整個大環境的邏輯 那如果說回到個股 個股就像我們在這幾天一直在強調 其實很多的股票 它早就已經反映過產業的利空 那反映過產業的利空 就代表說 它的位階非常低 那位階非常低的狀況下 它又遇到外在因素的下跌 多跌的就是你多賺的 就是說這一段它叫做超額的利潤 既然是超額的利潤 就是在正常的環境下 不會出現的獲利 就是說如果以一個正規的行情來講 可能不會有這一段的下跌 但是因為有外在因素的影響 多了這一段的下跌 就是多送給你的 所以為什麼我會一直說 對於個股來講 其實很多的股票不需要再去殺低 甚至是可以逆勢去加碼 如果是空手的投資人 滿手資金的投資人 這個時間點是你最好的機會 你去看 6456 GIS 之前有講過 它的位階非常非常低 它在Apple的比重高達8成 其中有大約是5到6成 它是落在iPad 接下來蘋果要發表新款iPad 最大的受惠者也是GIS 重點是說 它有數字又有一個未來的夢 混合實境 如果說蘋果接下來推出 混合實境MR的新產品 最大受惠者也是GIS 重點是這裡 它本身的數字就不錯 全聯保守10元上看13元 這樣子的數字搭配上 它未來的想像空間 不到80元還能跌去哪裡 好 那你去看 9月8有講過 跌破80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9月13往上拉 預告即將要起漲 9月23 一度接近漲停板 最高來到86.6 這個部位買進 所有的部位全部都是賺錢 80元以下買進 所有部位都是賺錢 昨天9月26 有公開預告 跌下來昨天收盤 是收在79.1 79.1跌破了80元 新的買點是不是 還有特別寫出來新買點 所以這一根 它就叫做超額的利潤 那你去看 今天是不是 馬上在漲半跟漲停板 最高來到82.9 所以昨天這一根黑K 就是送給你的 就是你多賺的 如果說以一個正常的行情來講 可能說上週五的漲停板 就一路上去了 它就不回頭了 可是因為說有外在因素的影響 所以導致說上週五收上影線 昨天收一根黑K 但是這一切 都是因為外在因素的影響 既然是外在因素的影響 就叫做超額的利潤 所以是不是 昨天 跌下來 尾盤 尾盤買進 今天就馬上 半跟漲停板 這就是所謂的超額利潤 在正常的環境下 不會出現的利潤 最高82.9 因為說它的位階夠低 所以跌下來一定會有買盤 所以其實 這就是整個低位階股票 最好的寫照 就像我們近期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很多的股票位階已經非常非常低 其實再跌真的是非常有限 那下跌有限 上漲就是無窮 那像這類型的股票 沒辦法說完全不受大環境的影響 你說昨天 昨天貴買指數跌了快要半根跌停板 你說它要完全不受影響 不太可能 難免還是會受到一點拖累 但是我能夠保證的是 這些股票就算短線上 受到外在因素的拉回 很快就會有買盤進去 就是說我們挑選的股票 它多少還是會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 但是我能夠保證的是 就算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 拉回來 也一定會有低階買盤 這不就是最適合 當前環境的操作手法 所以GIS就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位階構低 全年保守時上看13 80元以下沒什麼理由不漲 就算說昨天好了 就算是今天大盤不好 再殺一根藏黑下來 我相信它也很快就會漲回到80以上 因為它的位階就是太低了 所以昨天利用下跌買進 今天又是半根漲停 包含像是238鎮的台光店也是 台光店我們也是一直在強調 它的位階非常非常低 170以下都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這個位置我們在170以下 經常去佈局 9月15號拉到176 所有部位都是賺錢 9月20號還特別提醒 如果有回到170以下 它就是一個絕佳的買點 因為說以台光店來講 它的數字不錯 它在蘋果的比重也夠高 重點是說 它主要的產品現在是CCL銅箔基板 銅箔基板這個東西 它的門檻比較高 寡占性比較強 那也代表說它不容易出現 砍單的問題 那競爭者也比較少 它的趨勢性夠強 趨勢性夠強 數字也漂亮 位階也夠低 那你去看 全年保守16 上看18 明年會持續成長 不到170 很便宜 今天是不是 又是半根漲停板 最高來到176 170元以下買進 全部都是賺錢 你去看 昨天大盤跌了將近是400點 它一度是跌到161 當天就馬上收一個下引線 從161到176 這一段也叫做超額利潤 就是說這些都是在正規行情裡面 不會出現的獲利 它是因為外債的因素影響 才會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既然說本身位階就夠低 又是因為外債因素的影響 跌下來不就是你多賺的 是不是 所以這個時間點其實是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機會 你說包了什麼時候會釋出 比較溫和的言論 不一定 可能是今天晚上 可能是明天 可能是後天 但是我敢保證就快要釋放出來了 因為美股在這幾天的跌幅已經夠大了 這樣子的跌幅也剛好符合包我的意思 既然說包我的目的都達到了 美股也是該漲了 所以你去看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操作就很符合我們所講的 其實就是說170以下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只要跌下來就是我們的超額利潤 昨天從161到176 這就是很標準超額的利潤 跌下來170元以下 市價單隨便你想怎麼買就怎麼買 今天176馬上往上拉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大環境大家不需要去擔心 大環境你什麼都不用懂 你只需要知道包爾的立場就好 當你了解到包爾的立場 再回過來看台股的個股 台股的個股一大堆位階都非常低 下跌空間有限 位階極低的情況下 又遇到外在因素的下跌 其實剩下的多跌的 全部都會是你多賺的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非常重要 股票市場的大跌是必要之二 現在目的已經達成了 台股隨時會強談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要好好把握機會 該加碼的加碼 該轉換的轉換 就是全部都處理好之後 我們就是等著強談 用廣告時間直接來電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所以說這個時間點的台股 可能說很多人會去期待說 國安其實什麼時候要進場 護盤 法人的籌碼要怎麼樣 接下來的支撐壓力在哪裡 我可以告訴你 這些全部都不用去看 你只需要知道包爾的立場 你就會知道這個時間點 該做什麼事 因為就像我們長期一直在強調 其實說股票市場 所有的商品它都是環環相扣 美元 美債 美股 台股 黃金原油 這些它是全部串在一起 你只要知道其中的邏輯 你就會知道這個時間點 我們應該去做什麼動作 所以你說這個時間點的台股 要做什麼 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就是下好離手 該加碼的加碼 該去撿便宜的撿便宜 一切都處理好之後 就是等強談 因為包爾他一定會釋出 比較溫和一點的言論 只要這樣子的言論出來 美股一定大漲 美股大漲 美元就會開始走弱 台股自然會跟著強談 所以這個就是一連串 很完整的邏輯 所以在我的這兩大平台裡面 Light Light跟Telegram 小老鼠WE178 WE178 裡面全部都是獲利機會 還有跟市場上 絕對不一樣的操作邏輯 好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大家就是 這算是一個過渡期 就是必要之二 其實應該是這麼說 包爾的立場 對於說華爾街也好 對沖基金也好 各大的操盤手都好 這其實也算是公開的秘密 大家都知道 包爾的心裡在想什麼 那既然他希望美股跌 就跌給你看 跌了 自然就會有比較溫和的言論 否則你只去回想 為什麼在上個禮拜 連組會利率會議結果出來 升息三碼 升息三碼過後 包爾他還要再特別補充 他是決心要去壓抑通通 他就是不要讓投資人 有錯誤的預期 覺得說升息三碼 就是利空出境 會開始大漲 他為了不要讓投資人 有錯誤的預期 所以刻意營造出 極端的鷹派 先讓美股跌 跌一跌 好 大家的可支配預算減少 再放一些溫和的話 這樣子的邏輯 我們在上週就提過 那剛好也符合 本週的走勢 尤其是說很多的股票 其實位階都非常低 你去看 23%的台光電 這幾乎也都是公開超說 170以下 你就是閉著眼睛瞧 見到160這樣子的數 應該說170以下 你就閉著眼睛瞧市價單 全部都賺錢 GIS也是 位階夠低 跌破80元 你就閉著眼睛去買 買一買 今天也是都賺錢 包含像是3017的奇紅也是 位置也是夠低 9月12號有特別講過 這個位置 股價是很便宜的價位 大約是112左右 既然說100出頭 都是便宜的價位 只要有拉回來 不就都是買點 9月21拉到118.5 這個位置只要有拉回 就是買進 有拉回就是買進 118.5 所有部位都獲利 昨天9月26號 跌了將近是半根跌停板 那昨天也特別提到 奇紅它沒有什麼問題 既然112元是便宜的價位 跌到111 不就是一個更好的買點 所以昨天也講過 這就是一個超額的利潤 今天 是不是 漲回了半根漲停板 最高來到116元 昨天的最低點是110.5元 從昨天的最低點 一直到今天的收盤價116 這就叫做超額利潤 所以其實說這個時間點 很多的股票位階真的是非常低 因為你說很多的產業 它有出現一些 比較逆風的狀況 包含說庫存過高 終端需求下滑 經濟衰退 但是這些在上半年 早就反映過 反映過就代表說 這個時間點 股價位階很低 股價位階很低的情況下 在遇到外債因素的拉回 不就是讓你多賺的 所以3017的起哄也是 伺服器的佔比高 因為說伺服器跟網通 趨勢性都夠強 伺服器佔比高受惠大 2022年保守11到12 2023保守13 這樣子的數字 110出頭 非常的便宜 既然說這樣子的價位是便宜 跌下來 就是差我的利潤 所以你看 受外債因素的影響跌下來 市價單隨便你想怎麼買就怎麼買 非常輕鬆 今天半根漲停板 直接往上拉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就是 把一些該調整的持股調整好 該低階的去低階 該加碼的去加碼 一切都準備就緒之後 我們就是等強談 真的就是等強談 因為不論說 台股應該算是被美股拖累 也可以說是被美元拖累 但不論怎麼講 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美元這部分 美元的走強 也是跟鮑爾的言論有關係 鮑爾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隨時都會釋放出溫和的訊息 在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其實不需要有多鴿派的消息 只需要一點點 比較正面一點點的消息 股票市場就會強談 所以包含像是同心店也是 同心店在今天凌晨 有出現說台北廠有火災 但其實說台北廠的火災 它主要是陶瓷基板 同心店目前的主要產品線 是車用的影像感測元件CIS 既然說火災這件事 對於同心店影響是微乎其微 因為根本就不是主要產品線 跌下來不就是一個 非常好的買點 今天收一個很漂亮的下影線 這個位置也是非常明顯超跌 包含像是欣欣也是 昨天有特別講過 跌到了117元 不應該再去殺低 因為這一段都是緩跌 緩跌下來 其實只要大盤只穩 一根兩根長紅上去 就可以吃掉這邊所有的跌幅 今天一度也是大漲了 接近是半根漲停板 最高來到123.5 就是說像這樣子的價位 都不需要去殺低了 就是說他的位階已經非常非常低 反而就是一個中長線的買點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就是把什麼樣的狀況都準備好 該加碼的去加碼 該轉換的去轉換 該去撿便宜的撿便宜 一切都準備就緒之後 我們就是等強坦 所以把握機會 如果說手上持股 不知道該不該去加碼 該不該去轉換 歡迎直接來電 或直接視訊我的兩大平台 給我你的股票代號 都會去幫你處理 所以重點 股市大跌是必要之二 目的達成了 所以台股隨時會強坦 一定要準備好 直接來電或視訊我兩大平台 今天我們到這邊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事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